你臉緊張什麼你啊 跟打針一樣 我眼龜了 他跟柳璇真的長得很不一樣 好可愛喔 Oh my God 你邊看邊笑耶 這是跟的 這是點點飽飽 你那個指耶 你在指啊 不行嗎 行不行 江一生的知愛留作紀念再痛也值得 先說你19年前 為什麼沒想要吃柳子犬 雖然我長得比較 憨厚老實或沉穩嚴肅 但是我很叛逆 所以我很想在身上刺青 然後我在選拳一歲的時候 這是他五個月大的照片 那另外一邊是他十歲的時候 我用他一張他四歲生日 Party結束之後 在校車上拍到他的一個很棒的表情 我把他刺在我的左手臂上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如果要刺青就是要在身上留下 一輩子最珍貴的 而且永遠不會後悔的一個東西 所以 點點寶寶現在也有五個多月了 所以剛好跟這時候的拳拳 一樣大 一樣大 那我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會想刺我 你想刺我的衝動嗎 我會有啊 但是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有嗎 對啊 等到六十歲吧 還是比方我們結婚十週年 你已經五十五了 喔對 在五年喔 對 其實在五年 在五年我們是不是也十週年啊 我不可思議 嗯 所以會啦 只是我手臂沒有地方 我不要在手臂啊 你可以選 我不會啊 我要在你的頭頂 頭頂刺著能看的 我在拍戲我的圖都塗不掉 好吧 請開放下面影片留言 如果我要吃小喬 我應該吃在哪裡 然後是你胸口也不好 你有胸毛 你臉上會長的毛 我沒有鼓勵刺青喔 我覺得那個就是我個人紀念 一些生命中的一些過程的方式 每個人紀念的方式本來就不一樣 趙小喬在個人YouTube頻道 陪著老公流亮走 去刺青紀念得來不易的 點點寶寶 你的臉看起來有點緊張 很緊張啊 我記得我十九年前 刺就是很痛啊 他第一次跟人家刺青臉 搞得我也很緊張啊 你要不痛吧 不痛 有點像那個 鐵絲刮肉 你現在假裝正命嗎 假裝不了太久 我的鐵絲就越刮越用力的感覺 他有抵消你生小孩的痛嗎 差多了就是 這能比嗎 你的臉幾張什麼你啊 跟打針一樣 我的眼龜了 我們看看斗哥會不會自己喊停 不會喊停啦 真的假的啦 真的嗎 你為了生小孩這件事也吃很多火嘛 然後我們這個刺青怎麼樣就是 我這個也要撐下去了 目前已經試了 兩個小時了 你的臉怎麼會變成這樣 你現在吃最痛的部分就是眼睛 是越黑的地方越痛嗎 這真的一直渣沒 來 你女兒的雙眼皮好漂亮耶 是的嗎 是的 是的 終於 現在他臉紅通通的 他跟柳絕真的長得很不一樣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就是女孩一樣啊 對啊 Oh my God 你邊看邊笑耶 老父的心情 終於階段新任務 爸爸呀 我們回家了 你來看一下爹地的刺青好不好 嗨 你看這個是誰 這是哥哥 這是點點寶寶 應該在指耶 你在指啊 不行嗎 不行不行 喔 他在摸耶 他在摸我的手啦 妹妹 他皺著眉頭耶 那真的啊 我看妹妹 有沒有 妹妹 妹妹 他沒感覺沒關係 我有感覺比較重要 沒有